秀极斑斑包将大铁块放入机器里走一遭 拿出后就蜕变成了崭新的发动机 再看这个陈年钢管一被放入水中就分分钟老是做人 这就是神奇的超声波清洗 那么超声波作为一种声音 它是通过什么原理来清洗物品的呢 简单来说超声波清洗机的核心就是换能器 它能将超声波发出的信号 转换成每秒约三万次的高频机械震荡 传播到介质也就是清洗溶剂中时 溶剂就会与声波产生相对的拉硬力进而形成负压 这个由超声波带来的负压 可以让原本溶于液体的气体溢出 形成数以万计的微小空泡 这些空泡在声场的作用下持续振动 当声压达到一定值时 空泡会迅速涨大 然后突然闭合 在空泡闭合时 由于液体相互碰撞 会产生强大的冲击波 从而在其周围形成几千到上万个大气压 再顽固的污垢在如此大的压力下 也能轻松被剥落 这就是物理学上的空化效应 它的能量就连轮船上最坚硬的螺旋桨都无法招架 眼前这个千疮百孔的螺旋桨 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不同的是 超声波清洗机的空化效应是主动制造的 而螺旋桨却是迫不得已的行为 当螺旋桨高速旋转时 螺旋桨周围的水 在逐渐跟不上涨液的速度后 水流的压强也就慢慢变低 当压强低于海水饱和蒸汽压时 局部的液体就会突然气化成气泡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空泡 一般的气泡可以吸收热量长大 但是空泡就没有这个权利了 它一经产出 就面对着周围海水的强力挤压 在几百万分之一秒的时间里 空泡就经历了瞬间膨胀 然后急剧压缩的过程 空泡爆裂后 会形成一股时速高达几千公里的爆炸性射流 就算螺旋桨再坚硬 也无法承受日期累月的伤害 看这一排 从全新的到使用半年 再到使用一年两年的螺旋桨的对比 就能充分体现出 这个毫不起眼的空泡杀伤力究竟有多大 然而作用在螺旋桨上的空化效应 却只能抑制不能消除 所以这也是传播工程上 最让人头疼的问题之一 不过只要好好运用空化效应 再大的杀伤力也能电费为宝 就像超声波清洗机一样 充分利用微粒间这种剧烈的相互作用 就能使清洗物表面的污垢层成功脱落 从而达到物体表面净化的目的 我们下期见